感恩八十大被关系不差 感恩我尊敬的五福团长 嗯 我想问我孩子的事情 啊 我孩子是属出的男生 七几年 83 ok 我看一下啊 83年属出的男生 啊 哎呀 哎 脑子出问题了 对对 好 我告诉你他有自闭症啊 对啊怪不得他 他是大学毕业生啊好棒 不过最近呢 要出门 跟家里也没有什么要喝得来 啊 你记住了 他现在 脑子里想的东西都跟你们不一样 哦 晚上喜欢把门关起来不跟人家讲话 对 整天的自己有自己一套想法 有时候嘴巴里会自言自语 不大喜欢吃饭吃东西 嗯 就是不是好好的吃饭 明白了吗 嗯 晚上来 灵性都是晚上来的哦 明白了 明白了吗 是你的孩子是吧 对 哦 长得比你高很多 你很矮啊 嗯 嗯 赶快给他念小房子 好吗 好 280张 280 哎 好吧 是我替他念嘛 他本身不可能 你帮他念吧 你帮他念 啊 好好的求观世音菩萨 帮他念经 那杯酒啊 那把身上的灵性消除 好吧 你这个儿子我告诉你啊 嗯 身上的皮肤很不好啊 哦 疙瘩疙瘩疙瘩 红红啊 一块一块很多 明白了吗 呀明白明白 嗯 你好好的帮他念吧 好好好 你怀孕的时候 生他的时候 你每天都吃很多的活的鱼 哦 所以我看他现在身上有很多活鱼 明白了吗 呀 皮肤是 没有 不是 脸的皮肤比较不 粗糙 对对 啊 你没看他身上啊 都有各个点点的 你下次去看看看 嗯 好不好啊 好 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 我本身的身体状况怎么办 几几年属什么的 五一年属兔的 五一年属兔子 哎 那我从你上面讲下来好吧 好吧 第一 你经常失眠 睡觉不好 对不对 对 讲下来 你的右眼睛经常干 酸 痛 对 鼓掌 刚刚才开过刀啊 看见了吗 刚刚开过刀 再帮你看下来啊 嗯 牙齿还不错 嗯 有两个不好 嗯 对 左面后面有一个住掉了 嗯 对不对啊 对对 嗯 还有 你的颈椎 盆脖子 喉咙干痒 经常咳嗽 哦 对对 比较干咳 你家族里边有心脏病 家族里边 家族啊 哎 有人心脏病 可能 你的 对啊 你的心脏 也要当心 经常胸闷气急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啊 啊 你有钓过孩子 钓过孩子 啊 钓过一个孩子 你好好念经啊 要把他超度掉 他经常在你的肚子上 让你的肠胃很不舒服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其他也没什么 其他还好 我看看你活几岁啊 你现在几岁啊 六十八啦 对啊 六十八 五十一 五 中国岁是六十八啦 五十一年出生嘛 五一年出生的 对 你六十八啦 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他年轻的 年轻时候还好 你现在也不老啊 年轻时候我 我是做 六十八 五十八 你现在是六十八 一九五一年嘛 五一年要六十八了 现在是 哎呦 五十八了 以前年 六十八 中国岁是六十八 对不对 应该是 六十九了 数短 以前我是高大 我年轻时候 看到了 你要当心啊 这个脊椎可能不好 对了对了 你的脊椎啊 腰椎的地方 第三节 跟第四节的地方 有点突出来的 可能因为我是短了七个cm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你到七十四岁之前 都比较OK的 没问题 谢谢谢谢 你只有到七十四岁 要特别当心 有个节 你在去年 有摔过一跤 也不知道 是手碰破了血啊 你躲过了一劫 对 不很严重啦 小小摔倒 你这个人呢 学佛时间不长 但是你有一点很好 因为你的良心很善良 你经常对人家很好 布施啊 给这个给那个的 可能跟读书关系 我是公关系 PR Public Relation 哦 你帮助别人 我是Public Relation 所以你如果是 帮助别人的人 也是有 善德和功德的 所以你就 越过了这一个节 希望 观世音菩萨保佑 你好好念经以后 长命百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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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好了 我还没给他看完 他都跑了 我还想跟他讲了 因为他的婚姻有两次 对不起对不起 师姐 你又来了 师姐来见 我跟你讲啊 你现在啊 就自己快乐一点 因为我刚刚看你图腾 你命更当中有两次婚姻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他妈要快乐 要快乐一点 放下 不要再为过去的事情难过 这是台长告诉你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我就不点 放下 能够放得下就没事 我就不点穿你了 你就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好 谢谢 好不好啊 谢谢德长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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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